3 6 巷 要開始囉? 進AV4訊系統啊 AV4訊系統,它是在Facebook嗎? 對啊 我們現在要看一個東西 非常厲害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這一排呢是我去世界各地買回來的 上面那個左上角那個樹 是在馬達加斯加的狐孫樹 又叫猴麵包樹 下面有一個漂亮的木雕 然後澳洲買回來各種不鏽鋼雕 還有馬達加斯加變色龍 狐猴 各種有趣的 當然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重要的 養蟲果凍白白種 到底我們要怎麼弄怎麼玩 好就位 今天要點音樂啦 可是我家網路 非常不好 所以呢就只能 有我跟我們的特別來賓 看那邊不是看我 看那邊怎麼樣 他最近呢都一直維持在一個 淡定的嗯的狀態 那我想可能還需要稍加訓練或鞭打才能變得比較有一點活力 那我想在介紹今天的相關物品之前 還是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2018年熱血阿傑 剛一開始我忘了先打招呼了 大家好我是熱血阿傑黃世傑 連這樣都拐不出他的反應 最重要的是 今年2018年我的新書 第一本新書 甲蟲日記簿已經熱烈上市 那你在台灣各大重點 包含台北市信義區的叢林野獸 中山區的牧生昆蟲 然後士林區的叢磨坊 大安區的台灣昆蟲館 新北市的板橋的摩金園 新莊的喜蟲天將 山蟲的喜蟲天將 然後桃園中立的阿風甲蟲店 新竹的蔡蟲叔叔的店 你要打去問問看 台中的愛生堂 南投公園前甲蟲店 高雄的蟻蟲蟲跟蟲之聲 還有最厲害的是 在香港的蟲蟲蟲萬象文傑的店 跟未來可能各位在下週 就可以在沙巴看到貨了 因為沙巴的自然史 這個出版社 葡萄州自然史出版社呢 它有進了我的甲蟲日記簿 跟蕎蟲日記簿過去 那相信未來我們會有更多 我的著作書籍合作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很快的 在9月3號我的新書 昆蟲上菜 由天下文化出版的 就準備上市了 那昆蟲上菜這本書呢 目前已經先 大致底定在幾個地點 第一個就是在 台北的華山 華山這邊的生態工法基金會 我會在那邊跟大家 現場直播 還有現場分享 昆蟲上菜這本書的心路歷程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現場 吃昆蟲 那天我應該不會在 會 會嗎 你要代表吃春相 會嗎 那天沒春相 那天之後 黃蟲甘露煮 那是什麼 就我們上次吃的日本那個啊 那罐頭啊 對啊 對啊 不是那個是殘有 是甜的 好吃的那個 還有呢 台中的 台中護術聯盟 他的大樹講堂 然後目前還在跟幾個 幾個 幾個NGO團體 他們的分會在敲 如果有敲定的話 我也會公告給大家 我希望在全台灣各地 都能至少有一場的我的 昆蟲上菜的 新書分享試吃會 所以我準備很多 昆蟲食物 各位 日本 韓國跟泰國的昆蟲食物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到各蟲店 都有一場小型的 昆蟲上菜的試吃分享會 因為讓大家知道 其實昆蟲跟人類的關係 是非常緊密的 我想很快的 我們現在呢 要來做這件很重要的事了 我要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雅如早 雅如你好 魏宇好 Kevin Kevin 我好想去澳洲 Kevin 民憲好 KS好 洪大哥好 對啊我是吃貨 我們的 蘇不拉德 然後呢 郝哥 鄭忠好 志偉好 齊文好 為什麼我們的那個 為什麼我們這隻AV4訊系統 有點問題 他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難道我們要再換新的人 這樣不行 我看一下 我先跟大家打招呼 快打完了快打完了 方越兄 台中場別忘了 台中應該會有兩三場喔 然後 西洋翔 鄭大哥找 西平找 威宇找 國翔找 靈靈找 波瑋好 哼哼好 哼哼 阿捏 我們的Easy沒你 你也在線上 你喔 還有誰 欸我們的這個 為什麼突然用滑不動 還有Johnson Johnson好 好 碎碎唸完了 來 M4訊系統我先放旁邊 然後現在最重要是 第一 我們要介紹 果凍 以前我們在養昆蟲 養甲蟲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什麼 都會用水果 那時候最流行就是 敲行蟲 獨角心抓到了 要為它吃什麼 西瓜皮 為什麼 因為富含水分 但是我必須說 用水果養 它有很多的問題點存在 其中最大一個問題點就是 各位可能會面臨到 有很多的果蠅 你看果蠅那邊一直飛 其實觀感是不好的 大部分你如果是 孩子在養 你看到一堆東西在那邊飛 你就會 你為什麼像背後靈儀一樣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啊 然後我自己在養的時候 我教你說 哎呦 你養甲蟲怎麼招來那麼多果蠅 好討厭喔 知道你懂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點是 你應該 你應該用一些比較好的食材 方便 乾淨 也不造成 家人或者是 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朋友的困擾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以前 還沒有 真正台灣自己做果凍的時候 是日本進口果凍 你知道這樣一顆 五塊啊 還有六塊的 還有六塊的 很貴嗎 在那個年代是真的很貴 然後大家就想說 不然用人吃的果凍給 懈甲蟲吃 聽起來好像可行對不對 但是其實人吃的果凍 他加了太多的人工的 一些化學原料 而且吃起來QQ 人類是用嘴巴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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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咚咚咚咚咚咚 bar 雖然甲蟲都有大駕 都是咚咚式口氣 但 獨角仙 蕭形蟲 花金虎 我們養的這幾個最重要的種類 所以他們的進食方式已經利用另外一個叫刷虛 頭部下方有那種類似像水彩筆的東西在那邊刷 刷水分 所以那個QQ的根本就沒辦法讓他們吸到足夠的水分啊 別忘記 後來台灣真的是驚喜直追 我們真的很棒 我們開始研發各種甲蟲果凍 所以你現在看到房間也有很多不同的甲蟲果凍啊 然後還有你看顏色蜂蜜口味 等一下 草莓口味 蛋黃口味 不對那個應該是香蕉口味 香蕉口味 乳酸口味 然後還有形狀各有不同 其實很可惜啊 因為我們前天到新裝的喜蟲天醬 去拍攝樂俠傑帶大家逛甲蟲店 結果還有最大的果凍 我明明就記得有 然後他就忘記 也沒拿來給我 我那時候才看到啊 你看 這樣的特別來賓到底進不進嘴 還有我剛才跟你提醒的是叫你手 要拿到前面來拿去看甲蟲王者卡 你發現我後面是鬼看得到這個是什麼東西唷 你要這樣 呃 呃 呃 我看到怪人 呃 是我嗎 那是你要做的啊 懂嗎 好 我想我們今天的果凍都是用最簡單的一個形狀 當然還有一個特規版 這個特規版是在摩金園買的 又寬又平 這樣子的做法有個好處就是 這是我們一般的果凍 有沒有高度是不一樣的 這個更能讓甲蟲利用的完全吃光 那你像大部分這種的果凍 他大概只能吃到三分三分之一 為什麼頭塞不下去嘛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考量的 可是一般我們坊間呢 還是以這種標準型的果凍最多 好用 簡單 好取得 還沒到切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 為什麼說這個 因為大部分的果凍台 還是這一個規格 那我們現在今天要順便介紹 果凍台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我想飼養 到了一個程度你要追求一種叫情趣 就是養了以後 你覺得從住的舒服 也確實提供給他好的環境 第二是我們看了也覺得很舒服 這很重要 絕對不要只是 唉唷 我養他就好啦 給他吃果凍就好啦 我們照顧生物需要花多一點心思 千萬不要忘記 情趣 怎麼我們的一粒美女 對情趣這麼有興趣喔 妮妮好 玉鳳老師好 玉鳳老師放假了 我跟你講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我好想去特森中心看我們的 胎嫌特展 可是我這個時間播不出來 很抱歉 胎嫌有展覽很棒 有人在研究胎嫌 你不知道嗎 胎嫌 顧名思義 就是 森林裡面 生長的胎嫌 胎嫌要有足夠的濕度跟環境 它是環境整片綠域 很重要的點綴 生物 活的 活的用生物就對了 一定要的啊 幫我上效果字 我現在很辛苦啊 因為我現在都是自己播自己剪 然後自己剪 又是用很簡單的 那個我們iPhone內建的 iMovie 對 所以我沒有什麼特效 但是我會慢慢學習 我會來增進我影片的 細緻度跟強度 還有戲劇效果 我覺得你那個手被夾之後 你可以放一個 蠢蠢QQ的那一段 QQ 真的嗎 QQ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看看這些果凍台 當然別忘了 如果你有興趣 買那種超大果凍 那是未長級的 然後大果凍台 很多重電都有賣 那我想我這一次 介紹幾個 從各個重電 就是最近熱血 熱血阿傑帶大家逛重電 第一波拍攝重電裡面 帶回來的這些東西 跟大家分享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 基礎型果凍台 基礎型果凍台是在我們 呃 台灣昆蟲館 其實台灣昆蟲館 它那邊很重要就是 我覺得很棒的教育功能 大家有空 它就在捷運靈光站 搭個捷運過去 一出站就到了 非常方便的地方 這是最基本的果凍台 就是一般的木頭 橫切打洞 你的果凍塞進去 完美 有沒有 蟲就可以趴在上面幹嘛 吃阿 吃 非常簡單 吃貨嗎 你說吃貨是一個YouTuber嗎 不行 那以後不能講吃貨 好 自從這種果凍台 開始使用以後 慢慢的出現一些比較有趣的果凍台 我來看看這邊 我裡面用的都是一般型的果凍台 好 我們來看 這盒獨角仙 你看這隻小獨角仙 像是那隻阿 它活得很好喔 喔 箱子要清潔 它為什麼一害怕就跳了 來上 你不要這樣子啦 見客而已 將將 快放進來 好 這就是正常我們果凍台佈置的一個樣貌 有沒有 正常的果凍台佈置的樣貌 中間一顆果凍 旁邊就是我最喜歡用的 在摩金園還有各大叢店都買得到的 甲蟲用木砂 然後還為了我們的 自然的什麼 自然氣息放一些青鋼粒的葉子 我都走不到母蟲欸 母蟲在生那呢 在哪裡 有啊 它一直在那一箱裡面耶 一點都不盡責有沒有 好 這就是我們的 葉子不能蓋住 我們的獨角仙試玉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呢 來 可以 帶起來幫忙 不幫忙在幹嘛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什麼 很重要的是 當這些果凍台已經不能滿足我了 那天我在木森 我找到我超愛的這種 造型 自然造型果凍台有沒有 旁邊還多一個木頭 多一個木柄 然後蟲就可以趴在上面 然後又有一個 自然的氣息的感覺 另外這一根也很不錯 這根像什麼 你知道我有一段時間在做什麼嗎 學抽菸斗 那個手要壓著 抽菸斗是一門技巧 也是一個很有品味的事情 只可惜我那時候買的菸斗呢 被偷走 啊就沒了 我就不再抽了 像這個 你去想一下這邊放一個果凍 然後蟲還可以在那邊爬來爬去 有沒有一種很自然的感覺 這就是我講的 營造自然氣息的果凍台 充滿了情趣 這樣講好像很怪 所以甲蟲在上面會比較有情趣嗎 一公一母在上面 好 好 那當然第三樣 來換我們 熱 不予徽章 等一下 這應該這樣 我們的甲蟲 熱血不予徽章 可以在果凍台上面禁食果凍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有搞頭 我覺得可能會壞掉 不是可能是一定會壞掉 這個不予徽章是很重要的 玩甲蟲王子 增進你的角色能量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還可以收起來 其實它是攻擊較高 喔說好了說好了有沒有 下面還有腳喔 不其實還有兩個 來現在換妳來介紹這種果凍台 好不能總是我講吧 這個果凍台要怎麼講 等一下 這個 請說 各位聽聽看我們這個 非常有 有朝氣活力的特別來賓要講什麼 嗯 這個果凍台呢 很大 而且也很奇怪 為什麼是奇怪 因為它旁邊有蜘蛛網 而且 這邊這個 這個 它旁邊有蜘蛛網 是因為我們放太久沒用了嗎 這已經放大概三年了吧 不是 這是我買了三年 因為有段時間我把它拿來幹嘛 你知道嗎 在裡面放那個蠟燭 然後就會透出光線 那時候還沒 那時候沒 就是冬天嘛 然後你就點蠟燭 就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 這果凍台的好處就是 你想敲行蟲 它可以躲到裡面 去 然後上面的一樣 來我們來展現 有沒有 果凍台放著 這個叫非常符合我們在 野外看到的狀態 什麼叫野外看到的狀態 就是 蕭行蟲它們會躲在樹洞裡面 然後呢去吸食這些樹木 流出來之意 萬一遇到危險 有一點光影 欸不對 它就咚咚咚咚 躲到這洞裡面去 你看我的手指頭都跑出來了 有沒有 這是一個非常相通的果凍台 所以呢 像這類的果凍台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愛的 然後這是我們台灣自治的 各位不要以為鑽這個很簡單喔 鑽這個動木頭不好鑽喔 你可以看 我這邊有一條巴有沒有 這是當年我在鑽這個果凍台 以為很好鑽 我在下面扶上面再鑽 不小心鑽一下 這邊整個就一條 割一條整塊皮掀起來 然後去醫院縫的 所以各位 這個果凍台買了會比較貴 但是呢 貴的有它的道理存在 為什麼 因為 要攻啊 很累啊 這個木頭也要鋸啊 所以不要忘記 這是 充滿躲藏情趣的果凍台 躲藏情趣嗎 讓你眼皮掀起來吧 沒有 我不是因為這個掀起來的 那是什麼掀起來 是之前另外一顆啊 另外一顆 對啊 掀起來算有點痛啊 等一下我去哪個東西 好 我們的特別來賓 他要出鏡去哪個東西 然後在這邊順便回答一下 尼琳好 你說 獨角仙可以活多久 我們要分成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是他的幼蟲期 現在應該就有 卵跟幼蟲在野外的腐植子裡面 但是呢 他大概到明年的五月 五月左右化泳 或者是四月底左右化泳 然後泳期大約二十天到三十天不等 看天氣狀態來決定 從五月底到六月初 開始有陳蟲出現 一直到季末 大概在八月底 最後的 我記得我還有在九月初看過獨角仙的 可是 陳蟲的壽命 大概就只有 兩個月到三個月不等 但是那是在指人為飼養的情況下 在野外 大部分的獨角仙 雄性獨角仙 會不斷的交配 然後呢 跟情敵打架 然後再來就是死亡 所以在野外 雄性獨角仙 我在推測壽命應該不超過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可能更短 因為他們會不斷的消耗自己的體力 那母蟲的話 壽命可能長一點 因為他要不停的殘暖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漢好 那叫大漢沒錯吧 瑞玲好 蕭會笨到把自己卡在洞裡 蛤? 你養的是哪一種美國蕭 下次有機會拍給我看一下 王騰找 王騰找 齊文好 謝謝啦 你先忙啊 隨時要上線喔 然後 為什麼我們的AV4訊息我最近滑得不是 不是 華倫好 華倫 你要去對岸了 加油啊華倫 我們期待在對岸相見喝咖啡 我的朋友 真的是十幾年玩蟲的朋友 黑蟲躲在狗洞牌裡面卡住 這一點我會特別注意 挖大洞一點 然後還有 好多朋友 遊戲我不會唸怎麼辦 糟糕 我來看看 等一下 大敲適合哪一種 其實我現在講的這一些 好我們有一位從友他的提問 輕敘捷躁 中午別忘了打超夢 然後那個 有一位從友正宗他提問 就是大敲適合哪一種 你說的是果凍台還是果凍 我都覺得很ok 為什麼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還是要提供給 蕎琴蟲一個躲藏的環境 比如說像這樣他能躲藏也很棒 或者你在 在飼養箱底層堆疊足夠的腐植值啊 或者是 我們剛才講的昆蟲用木砂啊 或相關的他可以躲進去這樣就好了 那都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 足夠的食物還有好的飼養環境 所謂好的飼養環境 你一定要記好一件事情 溫度 溫度 還是溫度 你給他再漂亮的空間 超過38度什麼都死光光好不好 所以不要忘記 溫度是最重要 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環境 我們的溫度大概在26度上下 是非常舒適的溫度 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 我可以看一下嗎 等一下我再撲一下 欸又撲不下來了 我來撲喔 不是你要撲這邊這個 哪個 你要往這邊撲 對可以撲耶 果然厲害 好 繼續讓我們的 特別來賓去 展現他前面這三隻 看得到嗎 看不到他撲 不是你撲在前面才看不到你 豬頭我撲 好 因為他有非常棒的東西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一隻 他一直跟我講說 爸爸這一隻很厲害 這一隻很厲害 這一隻是我們特別去參加活動的什麼 這隻叫什麼名字 那個巨人十鳥豬 巨人 十鳥豬 你看他的金色喔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非常厲害 好 就跟這一隻一樣啊 就跟這一隻一樣啊 台灣刀堂 你會給我講完嗎 台灣刀堂這也是閃卡 非常厲害喔 我們都會固定去比 呃 我們都會固定去玩啦 我不能說比賽 為什麼 因為好多場比賽我剛好都帶活動 沒辦法去 又被擺女 登登 再來就是這一種 這就是真的日製的 我想有玩甲蟲玩酒的朋友 你都知道 甲蟲玩酒 玩甲蟲玩酒的朋友 都知道 日本有一個很重要的 昆蟲用品品牌 叫Fujicom 這個就是Fujicom做的 很棒的一個果凍台 你這樣放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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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果凍這樣 有沒有 果凍就會這樣流出來的感覺 very good 非常棒 它要躲也可以 要磚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果凍台 而且 很多人買去不是養甲蟲 是來去養蒼鼠的 就是我們之前養的那些 布丁鼠啦 老公公鼠這一類的 但是還有這種 這一顆我用好幾年了 這一顆就是 大小果凍都能放的 但是 不好意思啦 還沒有去刷洗 大小果凍都能放的 這個可以拿來養長期 為什麼大果凍放得下 小果凍都能放得下 所以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果凍台 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常用這個 在養小蟹蟲 小型的蟹蟲喜歡 躲到這個圈圈裡面 趴在裡面 這是一種躲藏的秘訣嗎 有人說賣多少 什麼東西賣多少 我不知道 他就只說賣多少 這個字唸號還是鬼啊 號倫吧 一個日在一個天唸號 那個字應該是唸號長 號倫 應該是號倫 我要建議你一件事情就是 問問題要問清楚 你要問 果凍台賣多少 還是情趣果凍台賣多少 還是 還是 日治果凍台賣多少 還是果凍賣多少 還是果凍賣多少 很多我們的年輕朋友 在提問題的時候 有個大問題啊 就是 他常常會問說 而且我的獨角仙還能活多久 我不知道你的獨角仙是成蟲還是幼蟲 我不知道你的獨角仙是野生的還是肆育的 我不知道你的獨角仙到底有沒有受傷 外觀是不是癢好 還是 你的飼養環境到底好不好 縱觀這麼多的因素 如果你沒有跟我講得越清楚 我怎麼告訴你 你的獨角仙還能活多久 所以提問題真的很重要 你要記好 有時候你提的問題根本就不成立 因為那不是一個問題 那沒辦法回答 懂嗎 好 我們的浩倫已經講了 果凍台 果凍台有50塊的 一百塊的 一百五的 三百塊的 四百五的 這一個叫四百五喔 日本原裝欸 四百五還覺得便宜 之前一個七百五欸 七百五 對 這一個都介紹完了以後 厲害的另外一個出現了 新極號 不用sorry啦 這只是一個機會教育 跟大家講解 你未來到任何一個地方 你問問題絕對不會只是說多少錢 而是問說 老闆請問這個多少錢 第一是 競稱老闆 第二是 拿出你的目標 標地物 你只要講目標跟標地物 就變成目逼 標地物 讓老闆知道你是要買哪一個 最後才是問題多少錢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問法 千萬不要忘記 然後 另外一個果凍台 AV4新系統 另外一個果凍台是最近比較有趣的 這是在摩金園買的 我想這邊的果凍台在摩金園 然後木森 然後台灣昆蟲館 還有洗蟲天降 還有洗蟲天降 等下介紹這個有趣的東西 這個其實以前就用過 只是 等下還是要嘗試啊 這個是一個特規版的果凍台 為什麼 它做斜的 第一是讓汁可以流下來 比較容易吸收 第二它是該提到這個又寬 又淺的果凍台 要不要有電話 放這個樣子 電話 你撐一下場面啊 你不用走啊 你去哪一個果凍台 介紹就好 你要幹嘛 拿你的卡 抱歉我接一下 喂你好 像這個果凍台 喂你好 一個大概 不知道多少錢 你好我是 對 然後我這邊還有一些 還蠻不錯的卡 巨二插獎 跟 巨人十秒鐘 桃園桃園 還有 五百高鐵 對對對 跟 有人借有人借 大腳金龜 三卡片 Silly Silly 我這邊有拿到一張新的卡片 台灣刀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對 好 OK 好 還有 對對對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剛才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的車子 它有固定的這個 保險啊 第三責任險相關 所以剛才這位小姐帶來 我必須接 因為保險 是一件安全的事情 不要忘記 你剛才講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這張這張 這張還有這張這張 很珍貴耶 你的介紹其實很可惜 你要介紹就是 這張是非常厲害的巨二插角 超形蟲 我剛才有說這張是還蠻不錯的巨二插角 你要是說非常厲害 因為它已經是最高段的SSR了 SSR有好多張 四星 然後再來就是攻擊力有三百 而且巨二插角超形蟲 非常巨大 因為它是可以超過十公分的種類 再來就是這張卡片 跟一張卡片不一樣 它是閃卡有沒有 有看到旁邊有那種閃閃發亮的感覺 最後 新假傳王者 禮拜天晚上 我們都會在桃園的佳樂福 玩假傳王者 如果你也喜歡玩 我們可以一起到 桃園的佳樂福 經過路 經過路一起玩 來跟我對戰 呵呵呵 有一次啊 我帶他去比賽啊 在車上他非常信心滿滿 我要打爆他們 然後他就被打爆了 欸你那個心理戰 那根本就是亂拆的嘛 心理戰 你對自己心理戰幹嘛 你要對別人心理戰 我知道 那時候因為我那個忘記要出比賽季 所以我才被掛掉了 那你為什麼這麼厲害的比賽 你會忘記出比賽季 我原本是要拿赫克利斯青恩代表 所以他就給我那個什麼 巨二插角 誰給你的 喔喔你們是要抽的嘛 所以比賽還帶了一點運氣的成分 或許他實力真的很強 但是運氣差了一點點 所以他就被買單了 這樣懂嗎 好繼續 你要我後面那些助手卡 全部都給我N卡R卡的 還有那個什麼 中國大狐蜂啊 我看到怪人了 好 果凍才是介紹中 還中華大狐蜂 有啊是三號果凍 所以不要忘記 我這次有壓住了 用這種又寬又大的這種果凍 還有專用的果凍台 所以你買果凍的時候 一定要記好你的規格 那再來就是以前我們在養大量的時候 什麼叫養大量 以前我最多的時候有幾百隻的敲韻蟲或兜蟲 你每次要換果凍一個一個疤 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我們那天在洗蟲天降 我們在拍 熱血阿捷 帶大家逛甲蟲店的時候呢 發現 登登 昆蟲果凍切割台 來 這是非常有趣的東西 因為這個其實已經用了好幾年了 然後 那天就想到說 已經賣好幾年了 可是 已經很久我沒有買來用 那天就是我們特別來賓就說 欸我們可以買這個回來玩 我說好啊 那 這個果凍切割台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來 這是類似一個開箱文 我還沒講完你切什麼東西 非常棒的一體成型的裝置 然後呢 你把果凍放上去 照著它這個東西放下來 然後呢 它就變兩半 等一下 為什麼要變兩半呢 你要記好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終究是太極了一點 我們在用東西之前 是不是要閱讀使用說明 所以我們必須把東西跟大家講清楚 它的原理是 在這個盒子裡面有一根刀片 有沒有看到 有一根刀片在 然後它順著我們旁邊這個軌道 滑下去 就可以把果凍切成兩半 切成兩半是一個比較簡單方便 又節省的試養方法 尤其對於 試養蟲大量的人來講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請我們的特別來賓示範 耶 放上來 放上來 有沒有 先放下去 等一下 來 壓 有一點點 壓 你這隻手要走開啊 我 我現在講一半 現在是英文的時間 現在是英文的時間 所以 我應該講一半 我應該講一半 我的英文不好 被糾正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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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今天晚上要在富洋生態公園帶活動 明天要到武林農場帶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都已經 昨天晚上就已經餵好了 這個就是你一半我一半 我們要幹嘛 乾杯 喔 喔 寶貝 看看 剛剛各位了解這個果凍的好處了嗎 非常方便 這海利叫什麼口味 我不喜歡炒味 用香蕉 金魚的口味換我自己來 各位感受一下 鞋這種東西啊 不要跟它一小小果凍 做事情一定要快 很準 好鎖喔 好 鎖龍 你聽到沒有 不是 是好像鎖龍 你聽到沒有 一半 鳳梨口味不是香蕉 這裡面也是那個味道 第一樓 好 不要忘記 不可以浪費 這邊要順便跟大家講 很多人在問說 果凍到底能不能吃 我從我以前講甲蟲到現在 哪一個牌子的果凍沒吃過 哪一個牌子的那種奇怪的素意的這種汁沒吃過 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頭好重重 所以各位不要害怕 好吃嗎 好吃嗎 鳳梨口味有點怪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在這邊要順便查播 不要忘記了 9月3號 昆蟲上菜 天下文化出版 如果你沒有到重店 也不習慣到重店 也不喜歡去參加演講或分享 也不想要吃到我的昆蟲食物 但你可以上一個地方叫博客來 或者是天下文化網站 去訂閱 先去預訂 不要忘記 訂閱 訂閱 對 現在拿起你的手機 搜尋 YouTuber 然後YouTuber上面搜尋 熱血阿傑 就會有我的頻道 按訂閱 我隨時會上傳最新最有趣的影片 我至少有五成的朋友都有訂閱你 你知道嗎 真的 非常感動 謝謝 最後今天要介紹另外一個很神奇的果凍台 這個是太厲害的東西了 那一天我到魔晶園去拍 熱血阿傑帶大家逛甲充電的影片 欸你不要收起來等一下要洗啊 等一下洗 這用完要洗 那黏黏你能不洗嗎 不能擦乾的 要洗 等一下來拿放點 要有衛生習慣器 這是一個習慣的衛生教育 這是這一次我們這個直播最重要的高潮 為什麼呢 那一天我在介紹這個 叫做 昆蟲之蜜的時候 其實它叫昆蟲樹蜜 對 因為我發覺我講錯了 所以呢 摩基恩李老闆跑來跟我說 欸阿傑不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用的 他說這個不是以前我們在養獨角仙 你用腐植土養幼蟲的時候 打開後倒插在那邊維持水份不適 這個東西是真正仿製樹木流出來的 知意所做的 然後搭配這個 昆蟲樹蜜果凍彈 好帥喔 這時候應該要有效果啊 在旁邊打雷散電之類的有沒有 Đ Brand amazingly 我們打開來看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藝品 將將 拿錯面 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邊有個白色的洞 這個洞很重要喔 這個洞就是讓 我們這種仿製樹木流出來 樹液流出來的地方 上面這邊是打開的蓋子 你可以把這一罐打開以後 倒進這裡面 它就會慢慢的從這邊滲出來 滲出來以後 敲行蟲或獨角腥就來這邊吸就好 但是這個呢 你老闆他有特別交代 這樣的東西給敲行蟲用比較好 因為敲行蟲不會把這個網子夾破 但獨角腥會去摳 把它摳破 雖然說你也可以替換 但這樣是麻煩的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來吧 所以你要用敲行蟲跟獨角腥 沒有我們先灌啦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個人啦 我會用這種超大飼養箱 來放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情趣最好 但是呢 唯一的差別是我這次去 要找一個跟他一樣出的樹幹 把它墊高 有沒有 把它墊成那麼高 這根 這根應該就可以 墊成這個高度 墊成這個高度 墊成這個高度的時候 你看牆蟲從下面爬上來 在那邊吸的感覺 欸 我們有台生啊 來贊助一隻台生 上去演一個戲 這隻太小了 我們換一隻大一點好不好 那邊那隻就很大 對啊 換一隻大一點 換一隻大一點 台灣生衫最高的 欸你再幫我切顆果凍 給他們 他們兩個應該吃果凍 好啊 來了 台灣生衫 你不要一直出鏡啊 你跑出鏡頭外面幹嘛 對啊 你自己要習慣 當一個 特別來賓 然後自己躲到旁邊去 要再過來一點 就已經切好了 好 台灣生衫 你去想吧 有沒有 這個角度 好我先把果凍放進去 省得不要忘了 他已經肚子餓上來了了 對 等一下 好吃吃吃 來吃飯囉 茫茫了 茫茫了 哇好棒喔 馬上吃 有沒有 而且他那個 切面剖面特別大 所以讓他們吃得很開心 特別來賓又要懶弓 切得還不錯 好我們先來看 這個如果你用跟木頭把它加高以後 讓它變成一個特定的高度 做木森子旁邊閃一個洞 讓它可以躲進去 這邊滲出來 有沒有 這種感覺就會變得很好 我們先來看 把這個樹液 仿製樹木 昆蟲樹液的這種東西打開 來 好痛 開了 你給他夾幹嘛啦 我們從這邊倒進去 有沒有看到來了 喔 baby 滴出來了 baby 然後其他不是完全一體狀的喔 他是有點有沒有 做得有點類似QQ的 我覺得做這樣QQ的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不會一倒進去他整個就 全部流出來 因為太異狀了 他這會慢慢滲出來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在設計東西 是非常用心的 好棒 欸我們有沒有把它塞回去 有耶 他這邊有做個 這個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太棒了 他要做個小塞子把它塞回去 喔耶 看塞好了 好棒喔 等一下我看你都流出來了 沒有流出 還沒啊 不是還沒 不是還沒 是我們要幫忙他 有有有有 濕濕的感覺 有有有 慢慢來慢慢來 然後欸 那蓋子呢 蓋子在這邊 好 不是 欸 這蓋子可以剛剛好耶 喔耶 一物兩用 這還可以放果凍 怎麼有這麼旺的事情 有 有我聞到味道 他等一下快滲出來了 然後呢 他是附一個蓋子 為什麼 你蓋住他才不會直接鑽進去吃啊 把它蓋住 然後上面就可以放一個狗洞 然後我們來幫助他流出來 有沒有 你不覺得像這樣的做法很棒嗎 阿嬤在叫我等一下 好 請去 我都不知道我在call什麼 還是我要加壓一下 加壓就是用嘴吹 因為其實你要加壓一次 快了 喔耶 滲出來了 你看 滲出來了 濕濕的滑滑的 有沒有 這樣講好像有點怪 情趣果凍又 情趣果凍才加上濕濕滑滑 就是那個 樹木的汁液已經開始滲出來 看起來亮亮的滑滑的 我幫你午餐吃招牌飯嗎 招牌便當 招牌便當 喔不是 招牌便當我看錯地方了 好 那我去這樣 好 非常完美 我已經拿到滲出足夠的量 沒有錯 所以我們現在呢 拿蓋子蓋住 阿嬤會是要出去一下 好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放在這邊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讓這一隻 深山鳥蜢先感受到 樹翼的味道 深山鳥蜢 各位 我沒有騙你吧 你看 是不是充滿了 真正的自然情懷 真的假 好帥 好帥 他是不是那個毛刷出來了 好像 大 眼睛有問題 喔 真的出來了 真的出來在吸耶 你看 各位 超級棒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體驗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 你 虛弱 做過來一點 你又出鏡了 你為什麼要一直讓自己出鏡 再過來 再過來 再過來一點 好 你知道嗎 你是特別來賓 你可以要求主持人浪點位置給你 你懂嗎 你懂嗎 欸我沒有為了 你有點過了 我就浪了 對吧 今天呢 我們的 幾個直播的主軸 第一是甲蟲日記簿上市 第二是昆蟲上菜9月3號上市 第三是在各個甲蟲店跟NGO團體 還有華山的生態工法基金會 跟台中的大術講談 會有新書上市的分享跟試吃會 再來就是各種果凍形狀 果凍規格還有果凍台的介紹 然後還有這個充滿自然氣息的果凍台 我真的好愛喔 充滿自然氣息耶 你看 還蠻帥的 超帥 然後他真的吃得好開心 你去看 在野外喔 我常跟很多朋友講說 我在野外看到蝦蟲童 他在樹幹 樹枝上面吸食 就是這個樣子 絕對不會錯 最後呢還是希望大家 有玩假蟲王者的朋友們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 跟著我跟我的 兒子 我們特別來賓一起到處玩假蟲王者 收集最厲害的假蟲王者卡 其實已經都快收集完整了 沒有 還有第四彈的還沒來 第四彈的他根本還沒出 我知道有哪些喔 準備要上喔各位 準備好你的零錢吧 你知道嗎 我們最近常常跟 特別來賓 我們一起到處去玩假蟲王者 然後呢 收集不同的假蟲王者卡 那也是一個我們很重要很有趣的回憶 然後 差不多從哪邊刷來這種什麼優勝的鬥士症 有沒有看到 鬥士症優勝有沒有 所以幾個主軸結束 那也希望各位呢 能讓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孩子在飼養甲蟲 或者是你的學生在飼養甲蟲的過程中 得到很多的啟發 因為玩甲蟲 絕對不是只有玩甲蟲 看牠們打架 這麼無聊的事而已 這重要是如何去瞭解生命的意義 然後從中發想各種有趣的事物 你看光用果凍台就有這麼多不同的樣子 果凍台有各種口味 然後還有這種充滿自然氣息 的感覺的果凍台 我必須說 很重要是什麼 很重要是有沒有啟發 你的idea 不要忘了 熱血阿傑 今天 熱血推薦 好 我們的特別來賓講完 來再一次 熱血阿傑 熱血推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 熱血頻道 別忘了 幫我到我的IG 搜尋SH IJAK0526 不是0527嗎 你又不是騎士玩Pokemon 你把我的帳號講出來 別忘了到我的IG 搜尋SH IJAK0526 追蹤我一下 我會在上面不停的更新各種有趣的事物 還有到Youtube上面搜尋 熱血阿傑頻道 然後最後跟大家打完招呼 我們就要幹活了 蘇意口味很特別喔 吃起來不是甜的喔 帶一點酸酸的很像真正蘇意的味道喔 方圓兄感謝啦 宇安你好 跟宇安打招呼 他在喔 在阿 趕快打招呼 嗨 你要說 他是叫麵包嗎 這 他不是叫那個蛋餅 月餅 對 月餅好 你要說月餅好 月餅好 宇安好 宇安去哪邊玩阿 我們的小柯 辛苦了 我在開店很用力很棒 加油 這我的朋友 捷舉色情薇 什麼亂七八糟的 性елей好 第三號特別來賓 台灣深山敲擊門 不要轉來 我要給��ar看 你轉到你自己幹嘛 那你就自己轉過來看阿 所以你要說說 西平好 對阿 他就是專門來搞笑的阿 仿真素義 對 仿生態素義 對 曹寶 你這樣講就對了 曹兄好 好 各位 非常感謝 也請大家 如果今天你看的覺得不過癮 這段影片我會上傳到我的 YouTuber YouTuber 樂寫阿傑頻道 所以你要搜尋樂寫阿傑就可以找得到我們 我跟我們的特別來賓 會不斷 定時跟大家介紹各種有趣 飼養昆蟲的方法 技巧 好玩的事物 謝謝大家 其實我每次來的時候都已經不算是特別來賓了 這樣我每次來都不算特別 你知道我都已經謝謝大家結束了 他就查火 這種特別來賓到底要怎麼下去 好 謝謝 阿不對 我們要先關這個 阿不對 這個都已經關了 我們上認得多了 沒想到的 我們會進行 那邊